上海经的哪一页 现在年轻人流行这句话 意思是你是什么启发 什么怪兽 有些人说皇帝内经 一经上古三经 我多多少少还能看进去 里面最少还有一些孔子的情怀 有一些皇帝的思辨 有一些哲理 人文的对应历史的事件 这上海经的什么东西 这个都是 前面我们也讲了一句 但是那个不细 那个时候我也没有真正看过去 现在再说 这个里面都包括了植物动物 一些风俗习惯 最重要的是山河的走向 以及当时的这种地貌 地理 一些神话的记载 就是 大体上 就是 这样 那有人说了 他大多数讲的都是 怪兽 但是那个时候也讲了柴狼古报 但是同时代也有 你说那就是玄幻小书 那古代人 那真的是闲的没事 就是 你能想到这 他跟你一样了 那就是他闲的没事 就写玄幻小书 所以说那个时候动物到底真的有 那 现在反正这个考古遗憾 是没有发现 发现个别他也不公开 老百姓也不知道 那动辄是上亿年的 就是什么恐龙时代 这个那个 而 这个 就是 这个上海经的时间 我们 不可考究 我们讲 就是评论一个东西 就是时间 地点 什么 天地人 就三嘛 这个时间 这个后 当然后来这个西汉又又重新编转 个别的有所 这个 这个 改编 但是京还是京 是吧 所以说这个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 但是里面的故事 上到这个 就是西王母 上到这个这个 夫妻女娃 王帝等等 三皇五帝 他都涉链了 姚舜宇 所以说至少 就是就在那个时间 他这个地方还是这样 那地点呢 那就地球 是不是在地球上 有些人说不是 但是 现在考究 就从中国的版图上看 很多东西都是符合的 位置 大体上都对应了 这本书 我那个 上面也有大家可以搜一下店里 然后 那还有人说是大九州 也就是全世界 在地里 也有一套说法 有人不信 那我 举个例子 这个就是我自己发现 那 他这个大宇 说这个 就是 占量了这个 东西 整个大地的长度 那 他就是 他这个长度 是多少万公里 就反正是 就跟这个 世界 就是整个世界版图的 这个面积 长宽 相类似的 那 那个时候的 一里 大概就是 就是说 四百米 清朝 那时候 后来就是 五百六百 甚至 都有 但大体上都是五百 所以说跟现在 整个地球面体都是一样的 而且还有一个 我又发现一个很奇妙的 就是他这个长度 跟地球的 这个直径 东西南北 差不多 地球也是 东西南北差不多 是一样的 几乎是 很很等量器官的 所以他这个 刚好就是 天原地方 一个是大陆 本来就是一块方块 二一个它是跟地球内在直径 这又是一套系统 我们想想这个有什么的 这个圆珠 就是这这些 有没有什么 我们可以研究 里面像这个西方母 什么虎齿包围 这些 你说的没进化好 那可能在当时不如你 但是现在 这多少年了 人家已经修成了 那你还是个什么 而且都是你的祖先 那有尊重 里面很多人兽的这个怪物 我们现在根本无法见